今年,中国首次在西太平洋与中太平洋公渔区注册了26艘中国海警船执行,该公渔管辖地区占全球海洋面积的20%,从北太平洋的阿流深群岛一直延伸到南大洋,这也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岛列所在区域。 中国海警舰队通常用于有争议海域的灰色地带行动,不久将获准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岛列的公海上,检查任何外国渔船。 自2020年以来,中国还有四艘海警船注册在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管辖区内,监视外国渔船,从今年6月开始,中国将成为继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在太平洋地区拥有第三大海上执法力量。 中国海警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的海上分支,隶属于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其舰船按解放军海军标准建造,一旦开战,海警便直接受海军指挥。 在这一缓慢但持续的侵蚀过程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挑战现有战略秩序,且多采取低于战争门槛的行为方式。 中国正在利用多种渠道,尤其是军民两用活动,使其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和情报,存在合法化和常态化。 中国的混合战方式,如今已成为太平洋地区最严重的传统安全威胁。 习近平明确表示,北京不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价值观相符,并一直告诫中国人民要为战争做好准备。 70多年来,美国极其地区安全伙伴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依据战略拒止政策,保护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通道和咽喉要冲。 美国极其盟友的战略拒止措施源自二战后的经验教学,旨在阻止与之安全利益和价值观不符的敌对方,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存在。 但这政策的固有弱点在于,许多小型太平洋岛国虽能获益于该安全保障,却无需对之做出盟友承诺,整个太平洋岛国之间并无军事协议存在。 尽管2000年的比克陶宣言和2018年的博弈宣言都指出,该地区任何安全挑战都应集体应对。 在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国通过灰色地带活动,外部干涉以及重复试图为该地区建立以中国为中西的安全联盟,积极针对第一、第二、第三倒裂沿线国家。 但中国的这些行为并非始于习近平时代,24年多来,解放军一直在为唐家。 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军队提供深入训练、理论教育、武器装备、军车军舰、制服和军事设施。 中国国内安全部门公安部还与斐济、吉里巴斯、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的警察部门签订了秘密合作协议。 20年来,解放军军舰一直在太平洋地区从事军事外交和情报活动。 解放军还利用军舰军机参与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行动。 一个全球军事强国,需要在海外拥有友好港口、机场和卫星地面站,从吉里巴斯到瓦努阿图,再到法蜀、玻利尼西亚。 有关中国的公司,一再试图获取军事要地的机场和港口使用权,但均告失败。 相反,在过去十年里,由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资助, 中国国有企业在太平洋岛国建设了大部分战略机场、港口和环岛公路。 中国政府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资助了外部干涉活动, 这种做法对当地政治产生了腐蚀性影响, 使各国很难捍衛自身免受中国此类违反主权行为的侵害, 如非法、不报告、不受管制的IUU捕捞活动。 中国远洋捕捞船无疑是在太平洋水域从事非法捕捞的最大肇事者, 多年来,环球打击跨国有阻止犯罪行动, 一直将中国列为世界头号IUU捕捞国。 中国远洋渔船队伍还被评为世界人口拐卖最严重的。 中国工业捕捞船的非法漂流往捕捞方式, 将路径上的一切生物都杀尽,让当地渔民无鱼可捕。 中国政府文件称,这些船只作业的外国领海和公海被中国远洋渔场属于整个产业链的一部分。 隐藏在中国远洋渔船队伍中的,是一支获国家补贴的海上民兵力量。 它与海警和海军通力协作,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实施骚扰和恫吓。 拜登政府已将中国的IUU渔船队伍, 及其担任与中国海上执法力量合作的海上民兵角色,列为国家安全关切。 中国此类在战争门槛以下,进行了灰色地带胁迫活动, 让各国难以建立应对的政治意愿。 然而,2018年的博弈宣言,重新界定了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概念, 强调不干涉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内政的原则。 现在是时候让这一宣言的签署国,太平洋岛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采取行动, 以集体方式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混合战作法。 touchscreen网站 调不干涉太平洋岛国以来两个人当然信 Nam薙 叫康康康名 auditing